如今喜欢用微信的人有很多 因为微信不仅是社交软件 它还具有支付、转账等交易功能 当今移动支付的潮流下 微信支付的用户越来越多 不过大多数人的微信都是没有绑定银行卡的 这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首先微信支付需扫码 有一些不法商家会在二维码上动手脚 进而盗取人们的信息 如果人们的微信绑定了银行卡 很可能卡里的钱都会被不法分子转走 所以为了安全性 很多人都不会绑定银行卡 其次由于手机支付看不到实际金钱支出 人们消费的时候往往无法把控 一旦没控制住自己的消费欲望 就会导致消费透支 所以不绑定银行卡 能够限制自己的消费额度 最后就是发红包活动很受欢迎 有些人经常被身边的亲朋好友要求发红包 而没有绑定银行卡的话 微信没有余额 就成为了很好的拒绝理由 不过人们如果要提现的话 那就需要绑定银行卡了 要是担心不安全或者是过度消费 提现之后再结绑 也是很方便的 那么大家的微信绑定银行卡了吗 你认为绑定银行卡有哪些好处呢 欢迎留言交流 感谢观看本期节目 了解更多 请关注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